大串临时饼干开箱 大家好,我是Alo 大家好,我是Alo 我们来大串临时饼干开箱 现在你们正在吃的是什么? 皮卡丘的饼干 皮卡丘的饼干 我们前面有好多饼干,是哪一个呢? 好,是四个盒子的饼干 然后呢,就是他们现在正在吃的饼干 然后呢,它盒子外面呢,是皮卡丘造型的 所以呢,就很吸引小朋友 然后呢,它里面有很多这种造型的饼干 我们看一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GG的 它是DG的 我有这个,它叫皮丘 诶,你找到谁? 皮丘 好,然后呢,还有什么造型的 给你们看一个东西等下 然后呢,它一盒里面啊,会有两包 这个饼干 那里面呢 你们要看皮卡丘的饼干 这个最多 对,就有很多不同的造型 然后呢,这个饼干是 是空心的 吃一个吧 这是谁 这是谁 给我看看 它睡掉尾巴了啦 看得出来 我是要和和 好,没关系 然后呢,这些 我们桌上的这些大创的饼干啊 都是49元 然后呢,就是 他们喜欢吃的 马铃薯的饼干 然后呢,是皮卡丘 宝可梦造型的 然后呢,我们还买了 就是妈妈想吃的 乐天的巧克力棒 然后呢,在大串马牙帐 两盒是49元 还蛮划算的 那呢,还另外买了 没有吃过的这两种饼干 这个是苹果酱的 然后这个是蓝莓酱的饼干 那我们现在来开箱看看 这些饼干啊 就是这样子一包都是49元 好,这是两盒49元 那呢,这个 宝可梦造型的饼干呢 是这样一盒也是49元 里面很多 对,很多 就是呢 我们已经开了一个 它叫皮卡丘的 对,一次呢 开了一盒之后 就可以两个人一起吃 然后他们已经吃了很多盒了 已经回够很多次了 所以今天就开箱给大家看 好,那我们现在再来开其他的饼干 试吃看看吧 好,那我们现在呢 已经打开了 苹果口味的饼干 还有蓝莓口味的饼干 那我们来试吃一下 两种吃起来的感觉 怎样 吃蓝莓 好,那我来吃一下蓝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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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打不开怎么办 谢谢你哦 哦,原来小朋友就可以打开了 然后打开是这样子 好,拿出来 感觉怎样 它是有蓝莓酱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样 蓝莓酱 蓝莓酱在中间 嗯 嗯 哇 不会 嗯 酱是干的 不会说是流出汤汁的那种感觉 觉得怎样 嗯 吃第一口的时候觉得 嗯 还好 可是再吃一口觉得还不错 可是这个饼干蛮甜的 那蓝莓味呢 有淡淡的蓝莓味 还蛮好吃的 还不错 我觉得有饭 不要不要太鲜蓝莓 好啊 可是我觉得有点甜 好 这是 蓝莓酱 好,这是蓝莓酱 的饼干 OK 那姐姐你觉得呢 你要,如果十分 你要给它几分 嗯 我想想 我再吃吃看 我觉得这个佩喜兰红茶 应该会蛮好喝 蛮好吃 我给它 十分 十分 所以你下次还要再买一次吗 你说到十分吗 对啊 如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你要给它几分呢 我要给它 九十九分 只有十分 你要给它九十九分 好 那你是一百分 给它九十九分 妹妹呢 一千 一千分 所以下次我们还要再买一次吗 可是你现在明明吃的是 皮卡丘饼干 因为我们要把它吃完 不然它会 它会发霉 它不会发霉啊 那么快 好 那我们来试试一下 苹果口味的这个饼干 感觉怎样 好来妹妹来帮我打开 好谢谢 好 那大家吃一下 它就是 袋子一个是红色的 一个是紫色的 所以还蛮好分辨的 就是放在桌上当点心啊 不会搞混说是什么口味的 好 然后呢 苹果酱呢 它的颜色就是 就是黄色 刚刚那个 蓝莓酱比较偏蓝紫色 怎么吃起来觉得有苹果稀达的味道 姐姐你有吃吗 我不喜欢 只会喜欢蓝莓 你只喜欢蓝莓 你不喜欢苹果酱 妹妹觉得呢 我觉得吃起来有点苹果稀达的味道 就是那种感觉 可是我觉得小饼干就是很甜 所以呢 适合配汽水 或者是像红茶绿茶的时候 再来吃 因为我不太喜欢吃甜的 我喜欢吃这个 那你觉得呢 如果蓝莓跟苹果的两个口味 你比较喜欢吃哪个 都不喜欢啊 所以你比较喜欢吃的是皮卡丘饼干 所以小朋友还是喜欢吃他们自己的皮卡丘饼干 有人觉得太甜太腻了 去拿了水来了 好啦这是今天的饼干试吃 然后呢最后我还是觉得 妈妈呢还是喜欢吃巧克力口味 就是乐天的浓厚巧克力棒 然后这个 苹果跟蓝莓饼干 对妈妈来说呢 太甜了 然后对小朋友来说也是太甜了 他们去拿了水过来了 然后呢 他们喜欢吃的还是这个 皮卡丘造型的马铃薯饼干 好啦今天的开箱就到这边咯 好啦小朋友准备了饮料回来了 因为刚刚的苹果跟蓝莓饼干太腻了 所以我们准备了 矿泉水 然后薯泡跟维他路披过来了 那我们继续吃我的巧克力饼干 那跟大家说再见咯 拜拜 记得订阅还有爱的 记得开心小铃铛 拜拜